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班农请到了海湖庄园 你要明白它不是公共环境 它不是一个偶然遇到的某种会议的环境 都不是 所以代表他们重新和好 而里面有另外一个问题 我们刚才讲的那是一个问题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今天的现状 卡尔松离开了福克斯 在推特上创造了辉煌 他大概7500万 7500万浏览这个页面 这关是故事 2500万人们完全看完了整个视频 远远超过了今天所有的主流媒体 远远超过 大概很多媒体叠加在一起 都没有他一个人这段视频 这么去吸引人们 马斯克昨天在 那个人叫马什 大概是 另外一个节目中就谈到这个故事 马斯克自己挺骄傲 说我的这个推特呢 每天有2亿多 2.3亿人 每天会看半个小时 这是不得了的 这是完全是不得了 那马斯克做这种描述 而这个卡尔松的离开 代表着整个福克斯的沦陷 这是肯定的 那这里面放到川普身上呢 就迎来了巨大挑战 它将意味着美国所有主流媒体 都将全力支持拜登 反对川普 对吧 所有主流媒体 支持拜登 反对川普 那川普 以他自己的原因 又拒绝回到推特 拒绝回到推特 然后又 Facebook今天是不灵了 对不对 我们也没有看到他回到这个 YouTube 或者是回到 叫什么 Instagram 没有 都没有 他只在自己的真相社会上 那他怎么办 他可以仰仗 比如说 约斯马克斯 约斯马克斯本身呢 在全力的支撑 就是全力的想介入 进入跟介入 但约斯马克斯 可以看起来 感觉起来 还是弱的 就是 大家不在一个档次 那我想描绘的就是 大家将看到一个几乎西方所有左派媒体都将衰败 西方的主流媒体都将衰败 但是将会有一家媒体 是以美国大 以2020年美国选举为主平台 崛起的全新的媒体 跟也不叫全新的媒体 它成立了十多年了 那 但是呢 作为东方人创立的媒体 在美国的社会中 成为了一种 几乎进入了一种主流的氛围 那包括川普班农 包括我们看到所有这些包图派人 在社交媒体当中 在不同的环境中 他们都在使用了这份媒体 真的是使用这份媒体 所以我个人看来呢 川普在川普在这个选择的过程中 在媒体选择的过程中 不是没有出路 但是呢 他似乎需要时间 我个人也不想说 是哪家媒体 我只能说我不想说 但是这是一个明确的 西方媒体将全面沦陷 班农必须要找到一个新的媒体 那对不起 川普必须找到一个新的媒体 那今天的真相社会 是他的平台 但他目前没有能力去代替媒体 没有 那推特是因为 应该是因为另类的原因 其实推特很大的原因 是跟马斯克有关 马斯克拒绝了人的卑鄙的一面 不好的一面 但马斯克又没有足够的神性 他在把自己神话 这个就是今天的故 我以为今天的故事呢 风神演义 真的是风神演义 听到朋友说 陶哥你为什么不砍西游记 这风神演义最后没完呢 真的没完呢 我个人估计 当大家看到川普跟那家媒体 合为一体的时候 就是他将这个故事 将一种圆满的转一圈回来的时候 风神演义 西游记 西游记跟风神演义 有着他的最大区别 是一种时代的划分 这个时间 这个时代没结束 说你心里话 这个时代没结束 就是这样 川普该与班农对话 对福克斯新闻的一种打击 那是 但是呢 川普也需要 所以川普如果不需要媒体的话 他不会第一时间跟他儿子做节目 第二时间跟班农做节目 不会 所以这就出现了个体的人 那跟大家分享一下 他主要说了什么 星期六 接受班农的新闻采访 抨击了福克斯新闻 然后 然后主要是谈到有关选举作弊的问题 我们早跟大家解释过 福克斯是最早 福克斯是调剂 2020年美国选举 令人怀疑的起始点 刀火索 所以那今天 在又再次进入选举的时候 那出现这样的故事 这个圈化圆了 结束了 缺儿化圆了 那缺儿化圆了一个很大的阴犹 是因为 该结束了 那结束原因 福克斯作为保守派的媒体 所谓共和党保守派的媒体 完全成为了看到他真实的一篇 我们现在用这篇文章的 这是newsweeks 新闻周刊 新闻周刊把他跟班农的对话 转成了文字 所以我们好容易跟大家分享 川普重申了2020年选举 总统选举被窃 抨击了福克斯 那福克斯呢 就是向这个投票机低头 还评价了卡尔松 分道扬镳 说这个决定受到了保守派的广泛的批评 没错 所以这是一个 他对卡尔松那个也比较简单的评价 没有太多 那班农是川普在上一次获选胜利的首席战略家 那担任了竞选的执行长 两个人在采访中回忆了2016年的选举 这是关键 这就是真正的一种回归的故事 就是一种改变的故事 川普跟班农说 司法被武器化 联邦 FBI被武器化 他们与共产党 共产主义国家做着等同的事情 马克思主义国家做着等同的事情 这是可悲的 没错 然后问他在有关 是否认为美国会解决他所描述的 现在正在经历的马克思主义跟共产主义状况 是否能够解决 他说 那川普说呢 发生的一切完全是病态 这一份病态是从选举作弊而出现 和你在一起 我不必担心这么说 因为呢 如果在福克斯上说 你就晚了 是 那这句话就点到了实处 对不对 就是真实的 他再次把班农叫过来 是一种真实的表现 以媒体的方式去表达他的概念 但双方认同了彼此的价值观 那班农并不是今天是这样的态度 他一直是这样的态度 但他的故事是这么个故事了 他们在选举中作弊 像莫多克这样支持人们 他就不会承担任何责任 当他说出这次选举没有问题的时候 该说的就什么都说不了了 那这个故事就很有趣了 对不对 莫多克 莫多克是遭到了报应 当他讲说选举没有问题的时候 那结果倒霉你却告了他 他赔了八个亿 然后又被迫失去了卡尔松 这是莫多克的报应 大家想想 这是莫多克的报应 对不对 所以这是一个很有趣的 那看起来都是他主动的 而没有 如果他没有在2020年选举的作弊的问题上 他如果不是那样的态度的话 就不会有今天 这个圈 我一直跟大家说话圆了 这是 对2020年 11月7号 10月3号 10月7号 当晚选举时 在计票的时候 福克斯对这个 亚利桑那 亚利桑那州的这个背书的说法 在亚利桑那州背书拜登 晚上八点半 引发了整个那奇怪的夜晚的一切 那一份报应 赔进八个亿 丢掉卡尔松 而整个福克斯江 完大 所以这圈 我就跟大家讲 这个圈化圆了 他目的不承担责任 却赔了钱了 莫多克自己宣誓说 大选没有被盗 并同意选举是自由跟公平的 结果 倒霉尼 却诉讼中 使得他赔了八个亿 赔了八个亿 那最后和解意味着这件事情的结果 在在班农采访中 川普再次抨击了邮寄选票 和利用中共病毒来窃取大选 利用病毒窃取大选 这是共产党 病毒是中共 对吧 那他然后他提到拜登的年龄不是一个问题 这是一个老说法 拜登年龄不是一个问题 这是川普的老说法 川普讲自己很多朋友都是90岁 他们思维很敏锐 这是一个很正常的故事 那他的问题不在拜登的年龄上 问题就在于这个 整个今天左派的势力 跟他们的价值观 但是呢 他确实表示出的这个 莫多克的这种遭到报应 这个圈圆了 这个圈画圆了 感谢朋友的支持